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回到交涉現場第二節 我終於說得很順 我之前去了台灣拍攝模特兒 我預料給阿倫嚴名敲問 幸好他沒有拿什麼工具來的 其實不要這麼說 因為都想知道的 因為有時候對於香港人來說 台灣是很fantasy的地方 也有很多漂亮的景 漂亮的人 對台灣的模特兒也有很多幻想 古怪多幻想 我們在想 為何會這樣 這些原因都是令到台灣拍攝模特兒 比較吸引的地方 問問你,你這次去到哪裡 其實我這次簡單一點 這次去了一個星期 頭半節就逗留在淡水 因為我找了一個模特兒 我打算一個主題式 在淡水拍攝 另外後半節就回到台北 因為我自己在台北也有攝影的朋友 還有一些模特兒 都聯繫一下 還有參加一下那邊的活動 也有 即是有些可能有少許外景 也有些彭景 可能是少許外景 也有些彭景 可能是少許外景裏拍攝 有,但這次不可以展示 大家看著 因為這次安排上 所謂彭拍 就是我們所謂影樓 影樓的活動 因為我跟我去那位朋友 就說想見識一下那邊的影樓 那我就很辛苦 即是 我應該這麼說 那個時間安排上 我只能找到一個活動 只是當時 但是 那個效果一般 那我就 免得拿出來講 然後 我有機會 我直接下次 我刻意去拍攝彭拍 那我再跟大家講 明白 不要緊,先說一下外景 那麼 我們很多香港的影樓 都會想 香港的模特兒 通常你本身幾個途徑 要不就認識那個模特兒 要不就可能朋友介紹 或者裝了某一些級 可能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 然後有一個外景的活動 那麼 其實台灣的模式 是不是都差不多 其實呢 我就覺得差不多 那 就像你所說 要不就直接認識一個模特兒 那 就是可能有些 例如 譬如 什麼什麼展 你認識到 又或者 經過一些朋友去認識 甚至乎 或者去參加一些影會活動 去拍攝那位模特兒 因為現在其實 無論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其實你去影會活動 裡面 去認識的模特兒 大部分都不理你了 因為其實 現在的模特兒 真的很容易找到 即是無論香港還是台灣 他們都 我想他們都願望 接觸多些不同層面的人 令到自己 可能多些工作做 簡單來說 我們拍照的人 就是他們的客人 那他們當然想認識多些客人 但是 為什麼 你說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會去 比較喜歡去台灣拍攝模特兒 其實一個很主要原因就是 香港近年 新進的模特兒 真的相對少 比起幾年前 但是幾年前的可能 老實說 很多已經不在拍 或者拍慣 拍了很久 沒有拍過新鮮感 相對欠奉 嗯 另外有一個 是文化問題來的 就是 不是說大家的文化 而是這個 model 圈子這個文化的問題 那麼香港 model 就 叫做好一點的 很容易就 被一些model agent 被人吸納了 嗯 簽了 那他就以後就 即是變成有什麼類型的工作 例如他想找他 你就可能要經過model agent 是的 我們所謂的私影 基本上都不接了 那些 即是我們自己私底下約那些 即是除非你又跟他很熟 那 但是 即是你找得一些生面孔的 你不可能跟他熟 對不對 但是那邊呢 就是調轉的 即是台灣那邊 因為我曾經都問過 一些台灣的攝影師朋友 那 即也是影友 應該這麼說 他說 其實台灣 就不流行 簽model agent 嗯 因為那邊有 太多 假的agent 怎樣假法呢 就是 他又不是 真的不存在 不像香港那些 直接就騙你 什麼培訓費 那些 那些事情 但是他就會 簽了你之後 就不幫你找工作 嗯 但是你找工作呢 找到工作呢 你又要分給他 是的 你又要分給他 那所以其實台灣那邊 就相對就沒有這麼 就是 流行去簽agent 嗯 即是除非他們是想上電視的那些級數 其實是另一個級數的 那些都未必叫做 那些叫artist 那些不是叫model 即是從他們來說 那所以 所以 所以就 在台灣呢 你找model 是相對容易的 嗯 嗯 還有數量也會更多 那那需要不需要很長時間 即是可能你未去之前 已經聯絡了他 說了構思給他聽 大概我那輯照片 想怎樣拍的 拿哪個外景的 路線是怎樣的 其實就拍 當然 有些熱門一些的model 可能要超過一個月之前 去問他 是 其實你自己plan的行程 都要兩三個月 其實那時候問他都ok的 那我亦都試過有些model 就是一個月前才找我 你不要這麼早找我 都有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可能他們都是安排 一至兩個月內的工作 他們不會 即是你說半年後 飛過去才跟他拍他 他也是跟你說 你到時才再找他 不要現在找 其實我找台灣model 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途徑 就是facebook 那 因為他們 我剛才說 他們既然沒有簽model agent 那 所以他們都需要一個途徑 去 宣傳自己 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找到他 簡單來說 如果不是他 他都沒有工作 對不對 那 其實就是facebook 那 而 facebook 找model 都 我想台灣的model 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找到他的專頁 接著 PM他 那 就 多數 尤其是他寫到明 是自己 私底下 自己私自管理的那些 嗯 九成都會認你的 嗯 可能隔一兩天 不是即時認 那 那你慢慢 就是 你跟他說話 正正常常 禮禮謀謀 就是不要 不要 就是 這個世界有些變態 始終有很多變態佬 你不要 正常地說 對 搞到他以為你是變態佬 或者你根本是變態佬 我真的 不在此限 不要 不要說我教你 那 他通常都 OK 就是你約時間 你想怎樣拍 那些 那些 你跟他溝通好都OK 因為 大家都 用 都是用梵體字 你不要 就是不要告訴我 你不會跟他溝通 除非你自己 不會 輸入梵體字 又不會 講國語 那 如果你這兩樣 都 不行的 那你就不要去 去台灣拍 不過可能 是不是去到 就有少少聯絡功夫 會做得多些 例如 可能 他未見過你的 那有時候 是不是去到 某些時間 之前可能打一打電話給他 或者再聯絡一下 其實不是這麼需要的 反而 真的有些事前 所謂的事前功夫 就是你要預備好 你自己的 Facebook 是要有些公開的 你拍過的照片 嗯 就是最好 有些你跟模特兒一起合照 就是正經的合照 不要做一些不正經的合照 那 因為你有那個合照 他才證明 你才證明到 那輯是你拍的 那就是可能 譬如 你有拍過 Model A 那你 成輯裡面 然後可能 可能夾一張 你跟Model 正常的合照 這樣 這樣就知道 其實你也有跟他拍過 是的 那他們看了你有這些照片 因為你要設定 做公開的 看了你有這些照片 就知道你是一個正常的設定 就是叫做影友 因為始終 我真的聽過不少的 很多 就是有些 拿人家的照片 扮演 自己拍 跟著 約出來 其實有其他企圖 其實 那邊的Model 都很小心這些東西 所以你無端端 如果你從來 即是沒有拍過Model 你無端端這樣 默默然弱 其實 有七八成是會弱不到的 就是 他都採你也有味 因為始終 安全至上 就是他 賺錢而已 不是賺命 別人一個女生 他們會小心一點 都是人之常情 是的 那剛才 吃飯那時 聽你說 他們是不是 那邊都會比較齊心 香港很多Model 就可能是 山頭頂立 看到就hi 一拜 那他們那邊 是否 例如也有時候 會介紹一些同行 其實跟我剛才這樣說 因為他們主要是靠Facebook 就宣傳自己 其實他們都會互相宣傳 那我 以往 他們會 一個 通常 那邊的Model 可能是一個 自發 即是有一個台灣人自發的群組 那些Model 裝進去之後 他就會統籌了 那些Model 譬如今天 就幫Model 1號 向做宣傳 那就會 全部Model 一起share 大家 不如 一起來 加一下Model 1號 然後可能 到明天 然後他就說 今天就輪到Model 2號 然後就全部Model 一起share 說 一起來 加一下Model 2號 那你 所以呢 其實情況就是 你只要加了一個台灣Model 加到 那你其實 已經可以加了大部分台灣的Model 即是在他本身裏面的Post 你會看到其他Model的動向 對 那你可能到時就再加 對 最近呢 有Facebook Live 即是興起之後 他們甚至乎會 會一起說 即是 譬如Model A 我現在有Live 然後他們會一起share 然後呢 好像我這樣 我加了很多個台灣Model 我的Facebook 然後就會一起彈出來 叫我去看他的Live 很好笑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他們都很齊心去宣傳自己 以及 也都 令到自己那個業面 更加多 不同的瀏覽量 那變成 就算你 即是我們作為 會找Model的人 都方便很多 因為 其實台灣Model 真的很多 即是相對 數量上 比起香港人 真的很多 那變成 我不需要很 辛苦去找 可能 就是透過這些方法 即是你只要一開始的時候 你加了兩三個 之後呢 可能一年半再之後 你已經發現 你可能有 百幾個自己適合的Model 即是你可以選擇 去到 他今天宣傳的Model 都不是我喜歡的Style 那我不加他 也不行 即是明天那個 適合我的Style 即是很喜歡的Style 那我加 那我可以follow 應該follow了他 然後 之後 我下次去台灣 之前 即是計劃去台灣的時候 我就 想PM他 然後約一下時間 好不好 這樣 都 很容易 就 安排 爆了 所以選擇多 都是一個優點 即是 變成 也都 彈性很多 可以因應自己 過一段時間的球師 去選一些對的 是啊 譬如你 有時候 你想到主題 那 那 今次我想拍一些 青唇類 那 其實你可以有 十個八個青唇類 給你選擇 接著下次 你 拍一些 酷一點的 或者優軟一點的 是的 也可以有些 對比賽 有些sporty一點 都容易找 講一下地方 是否都是集中 在大城市會比較多 即是 台中 台北 簡單來說 就是 那邊的model 不如講收 如果講這件事 因為跟收費有些關係 不如先講收費 那邊的model 平均的收費 跟香港比 就是香港model的三分二左右 那 一般外影 一般外影 他們收三千至四千台幣 差不多 但是 但是 四千台幣 就是港幣 一千元三個小時 那 就是 是貴的那些 那一般 不是那麼正常 正常偏低價那些 就大概三千元左右 那 就是一千元台幣一個小時 但是 因為他們有些住到偏遠的 那 可能 他們會額外收車錢 如果 譬如 我在台北 想約他台北拍 但是原來他住台中的 那你可能就要幫他給一個 交通費 就是 交通費 這是 之前大家協議好了 當然要 事先協議好 那 那 我覺得 就是 如果你 就是 因為 他們三個人 鐘頭戲錶 而香港 模特兒呢 是兩個鐘頭戲錶 但是 那 你整個花的錢 可能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 多了選擇 還有 一般 就是 看你品味 就是 不少人都會覺得 台灣的模特兒平均 是 身形好些 就是 我想 當然還要計算個別 有些 可能 有些很小顆 有些很高大 有些 我大概都知道 有很多因素 因為他上一代 可能來自 五湖四海 可能中國大陸 不同的產分 那 就不像香港那樣 多數都是 那些 廣東廣西的人 還有他們那邊 有一些原住民 是 完全民 這樣 混了之後 可能身形 另外那些服裝 化妝那些模式 用的化妝品 他的生活習慣 都跟香港有些不同 這個呢 我又想趁機講一下 兩三年前 我剛 當時認識了一個 也是過台灣拍攝的模特兒 然後 那時候我自己 還沒在意 然後他突然問我 覺得他們跟香港模特兒 有什麼分別 然後 其實我當時真的說不出 然後他自己 主動告訴我 其實台灣模特兒 普遍來說 化妝比較濃 流行 化得濃 而香港模特兒 化得沒那麼濃 然後 然後 我又看 好像是 然後 最近 我跟朋友聊 那 我就 因為剛剛這次去 就跟一位香港的朋友去 那我就給一些 模特兒照片 即是說 跟我朋友說 這個剛剛 這個剛剛 不如找他 然後 他說 他就會有些少許嫌棄 那些人都覺得 那些人都覺得 為何化妝好像這麼濃 那樣 他形容得 壞些 那我不在這裡說 那 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習慣問題 就是 不可以這樣 就是 不可以這樣摸人 是啊 因為 照計 我比較少去台灣拍模特兒 但是 我又發覺 例如他們那些服裝 戴的眼鏡 那些可能 影響到外表的東西 那可能是一些髮飾 那都跟香港有些不同的 其實 我想是那個品味又不同 但是 你說哪個好一點 我都沒有得比較 沒有得比較 因為 你都覺得台灣 就是文青的感覺 那你為什麼去台灣 就是你都喜歡過他們那一套 還有 近年 台灣女生 普遍 你一叫她拍照 普遍都喜歡 真的 低一點 還有 真的 怎樣都要夾到 有一條事業線給你看 但是香港女生 普遍都不會這樣做 還有 又又沒有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運動量比較多 對 這是真的 變成體型整得上來講 會均勻一點 和飾一點 那邊比較 地大脈搏一點 就是可能他們成長的環境 都給多些時間 給他們走動 就是 不像香港 那些女生 可能 只是躲在那裡讀書 想多動一點都沒有 就是 辛苦 然後 然後 可能 都是唱一下K 就是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做的 明白 所以他們普遍的身形都會比較漂亮 就是會是 會是 這樣 還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去台灣模特兒 其實你有時候可能會夾到某些自然景 出來的效果是香港做不到的效果 你這次是否也有些地方 是夾到很漂亮的自然景去拍的 都有的 我現在就 不如讓大家看看 好 好 這裏 是哪裏 這裏 就是淡水很無盛 那就是一個要收費進去參觀的地方 那 那 當然 我們 就是叫做私底下拍 但是也有落法安安板 那 我覺得 那邊比較好就是 就是 沒有 就是他最多都是過來問一下你 是不是商用 那樣 然後我就說不是 因為 其實我們只是落法安安板 那他 就任由我們拍了 但是香港呢 你落法安安板就馬上趕你走 就馬上趕你走 他就覺得你是 是 商用 甚至乎我自己 親身經歷過 康文署 管理的公園 是公園 都試過 開發安安板出來 被人趕 就是說我 一開發安安板 就當我是商用 然後就要趕我走 就是 那邊的人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 你會拍得開心一點 那 然後 這個呢 其實香港很少這些 這樣的 舊的街景 是啊 那都 挺 都叫做挺漂亮的 就是 其實 即使台北都有很多 這些舊式 他們有一些 這些類型的日式 平房 那是以前呢 即是很久之前 去 儲回來的 其實可能在他們來說 經常見 但在我們眼中 就很 就很特別 就很特別 只要 那個model 穿得 然後 隨便 放一個自然的姿勢 就已經拍到 好像很 而且我看到 有些陽光 還有那個 就是 空氣的清晰度 那些煙霞 就是它那邊 真的好很多 我想普遍 平均 多數的日子 都好過香港的 即是 陽光普照的時候 就是 那些 就像你所說 那些光質 是漂亮一點的 然後 這裏呢 我就在一個 cafe 那裏拍的 那麼 那邊的cafe 都真的 說得難聽一點 都叫做任何影 我不是 即是 即是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在香港來講 就算 店鋪給你 那些客人都會 忙著 都很騷擾 是啊 下一張 這張比較特別 大家看到 很sexy 其實 是因為 我就去 我租了一間 在淡水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窗 當然 當然 就是 model 拍攝 一些sexy的照片 是會收貴一點的 但是 叫做 很容易約到 還有你想想 香港你要找一個 這樣的大窗的地方 不是太容易的 即是 也都 叫做 多個選擇 我跟剛才拍一個model 已經完全不同的感覺 拍出來 然後 還有 這個呢 就是 去到第二天 那天 本來我是打算拍陽光海灘 誰知道 下雨 幸好我自己有帶了一支燈去 即是帶了一些 無線燈去 拍一下也挺有feel 這樣 其實 大家一看到 那天 也有很多雲 就是 那天已經黑了 不過 台灣就是 有這些優勢 很大 很漂亮的沙灘 還有天的景 是啊 漂流木 是啊 無緣無故在沙灘 有很大的木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ok 然後 接著 我 接著又是第二天 又是一個model 就是我 因為我打算 在淡水附近 拍到一個model 叫做 當成一輯 第二天就好天了 那你這個呢 就是 一個橫過鐵路的 的景 來的 這個都 頗為出名 在那邊來說 頗為出名 多人拍的景 挺漂亮的 就是 叫做 又是一些很fashion的feel 都可以拍到一些 嗯 接著呢 其實呢 接著來到這個 墨田 不是墨田 墨田 是啊 那裏呢 我覺得 挺好的 其實在剛才 天橋的位置 走過幾分鐘而已 已經有個這麼漂亮的 杜田 很簡單 那 又是光質也好 都很容易拍到漂亮 剛好呢 應該差不多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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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 其實可以走到去 如果不是正常的 那些是倒田下面的泥 那現在可以走到去 可以拍照 這個時間 跟著 最後 最後一天 那 就 就在淡水 路街外面 就是海邊 有個 就是 這種叫做 油泊 油泊 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 跟著那個 那個模特兒 那個模特兒好像走街 那樣 因為那邊 比較有些 類似夜市的地方 就是淡水路街 就 反而是早就早開 那邊走街 一邊走一邊拍 就跟著那個模特兒 就是看哪個角度漂亮就拍 是啊 是啊 所以 其實那個 那個 我覺得淡水那邊 都算多地方 可以選擇 就是 拍照 那 跟著 這裏 再之後一天 這個 就是我找 台灣那邊的攝影師朋友 大陸 連model 都是他找的 嗯 他找了一個 挺 誇張的景 那 看出去 很宏偉的 但是現在model 身處那個地方 因為當時 剛剛 其實那天幾天就是打風 那幾天 嗯 我覺得幾危險 就是 可能地面有點濕滑 是啊 其實下面那裏是斜下去的 就是 如果當時 大風 因為 那風是大到接近 可以吹到那個model 那 我都 不要叫model下去了 然後 我非常堅持 最後 就拍了一些照片 因為我自己真的不敢下去 那個位 我也怕 因為他 只要滑一滑 就滑下山了 嗯 前面是懸崖來的 那裏 但是 真是 那邊會找到 這麼有氣勢的地方 還有這個位 給我一個 挺大的感受 因為我們 就是 開車過去的 就是 我的朋友開車過去的 嗯 停在別人的村 那些村民的門口 其實他們 我覺得他們很lice的 就是 有我們停 沒有說趕的 你試試香港 你去 你去一些新界地區 你試試停車 去那些村屋門口 車輪都沒有了 是啊 真的很奇怪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些也是 令到我 很喜歡 喜歡台灣的原因 是啊 是啊 因為我之前 同一個朋友 也帶過我去一些 就是 不是這次 就是之前 去一些很鄉村的地方 直接在別人的門口拍攝 都沒有人管 是啊 走出來還跟我們打招呼 他們是不太介意 鏡頭的 還有你說 好像看你這張照片 那些自然景 其實你在香港 真的很難去找到 類似的景 就算有 可能你也要走兩個小時 山 是啊 其實這裏 我們車停在後面 沒有多遠 但是 都OK的 所以 接著呢 那天就下雨了 下午呢 去了一個 主要賣 類似溫室的地方 他又有幾個 書架 在那裏 跟剛才一個模特兒 在那裏拍一下 又是 你進這些地方 拍照 又是沒有人理會 就是 你不像香港 如果你進這些 叫做 懶是私人的地方 你試一下 又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兩個SDU 沒有人衝出來 叫你不要拍 就是好像 你的感覺就是 香港你去哪裡拍照 都好像 好像 他會吃虧給你 很奇怪 就是 這個是剛才的書架 我剛才在對面拍過你的 都OK的 這個是溫室的 有沒有打 才能找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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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光 那個光質不錯 是啊 是啊 因為它本身是溫室的 上面是透光的 然後 這張 看一會兒就好了 這個就叫做 旅拍 旅拍 就 不要給大家看 那麼多 我們先回來 不要給大家看 那 說回旅拍 旅拍 即是旅館 的設施 所謂旅館 就是Motel Motel 通常叫做汽車旅館 那 說得難聽 就是給一些情侶進去 就是 做 喜歡做的事情 的地方 是啊 但是那邊的 這些旅館 其實很漂亮 也能裝修 而有一 好一部分 願意拍Sexy相的Model 所謂Sexy相 譬如我剛才那位 其實都是 它的 maximum 都是去到內衣 他們都習慣去 去這些旅館拍照 而事實上 那邊這些旅館 很多時候都 歡迎 很多時候 不是間間的 歡迎 是擺明明正言順 進去拍照 因為他知道活動 性質是怎樣 也了解 可能見過那個Model 有幾個原因 因為他 譬如 因為有時候 這些攝影活動 可能是 六七個男人 跟著一個Model 進去 他就會 額外收人頭費 可能他本身租 通常租千多元 台米三個小時 可能收入 還會多次 對 然後你再每人 加一個清潔費 對 可能最後 每人攤分 每人給 幾百元台幣 可以進去拍照 明白 當然Model 本身 又要另外 再協貼收費 對 因為他拍攝性質 照片會比較貴 另外 這些 這麼有氣氛的地方 通常 那些燈都要 你自己想好 我自己也帶了 很多支燈過去拍照 那 OK的 現在 如果買一些 非原廠的 燈具 都不太貴 尤其是現在的無線 遙閃技術已經很高 就算你買一些比較 不要說二線 三四線的牌子 都可以做到 做出來的效果 對 是不是多數都是普通外置燈 可能加一些Soft Box 還是一些燈架 我這次是 因為之前我也有用一些 比較強烈的燈 但是 攜帶上 真的很不方便 對 我見你有時候去一些 天南海過 沙灘的地方 是啊 所以這次 因為這次 我的行程比較多 就是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 我會用一些 輕便一點的方式 去處理 因為 譬如 神牛AD360 這些 它一支燈已經足夠 你抗衡 就是 日落的時候 壓光 或者很厲害的大胸光 對 一支燈已經足夠了 但是 但是 你攜帶整件事 就很不方便 但是我這次 做法就是 我寧願下四支 普通的機頂燈 就是 我是下到四支機頂燈 這次真的帶了四支去 那如果我 因為我原本 剛才沙灘那裏 是打算做 就是拍陽光海灘 因為那邊真的向西的 真的 打算拍日落的 但是那個天氣不好 拍不到 但是我帶去的器材 四支燈是足夠我 壓光的 這樣 這樣玩 又輕便 又成 鏡頭那方面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大家 但是你拍了這麼多次 會不會是帶了幾款不同焦距的 很細緻的 相對比較細緻的 定焦號 還是可能帶三元 其中兩元 其實我覺得從來這些都是個人喜好 但是 範圍寬一點會比較好 就是 最好有些歐差歪 然後有一支中長焦 可能像台灣大景比較多 就是有些歐差歪會比較方便 對 未必很需要很長焦的 就是可能 去到 小白小黑那些 真的未必需要的 就是可能你大致85 我覺得已經很舊 因為 我 其實我 之前都曾經講過很多次 當你去到很遠的地方 你每次都在後面的 而且 或者你每次都 大頭頭 半身頭照片 其實整個意義都不大 寧願多拍一些景 所以寧願多用一些 wide angle 和頂盡達到85 全身 那就ok了 那你會這麼多 就會讓人感受你身處的環境 但是通常拍人像 事實,光圈大一點是比較好處的 尤其是你用到超廣角的那些 如果本身的光圈又大 那人又夠突出 後面輕微暴露 因為超廣角就算是很大的光圈 後面也很少說暴露也看不到 也可以勉強看到後面的環境是怎樣 其實這些相片又宏偉又漂亮 我覺得是離開香港去旅行拍人像 一些挺好的手法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去開台灣的那些書局 都很多他們那些 類似幾十攝影風格 可能台灣不同城市的景 也有些是模特兒加上去的書 所以他們那邊的風氣 拍地方加上模特兒的風氣 某程度上可能比香港更好 是啊 因為香港選擇的地方 可以選擇的地方真的不到 一叫做有個美景就一窩蜂 大家的東西都飆了 那麼拍完之後 你會不會給一些相片 就是某些相片 可能分享給模特兒的 其實呢 現在香港也是 台灣也是 那因為我是付費的 我給錢的 簡單來說就是我拍得不好 簡單來說我是沒有責任給上相片的 但是當然啦 就是我剛才這麼說 我如果我拍得 我自己都覺得見得下人 然後給一個模特兒 他又宣傳自己 其實他同時是宣傳你的 說真的 你拍得兩三個台灣模特兒 你自己在Facebook放了一兩三輯 那你踢了那個模特兒 那你下次再找其他台灣模特兒 或者都不一定是台灣模特兒 你找其他就算是香港模特兒 他看到你拍的照片也OK 那其實他願意你接你這件事的 機會是大很多的 機會是大很多的 因為始終是Model的Page 那如果是紅的Model 應該有很多人看過的 是啊 是啊 甚至乎 其實我以往呢 試過呢 就是我之前拍過一輯台灣Model 拍完之後呢 是有一個台灣人呢 是發電郵給我 問我接不接工作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始終我跟他說 我不是台灣人 我簽不到你的工作 那 那 那 我自己覺得 其實那次都可惜的 明白明白 這樣 還有些什麼 我還記得一件事 以前江華商場 即台北那邊 江華商場的地方 現在重新興建過 以前江華商場 叫做天橋底 一些賣電腦的東西 現在簡直是一個大商場 正常變成一個大的商場 但是名字我不太記得了 好像也是叫光 是啊 那它上面五樓六樓呢 就有一些 即是不同的Studio 是的 那它下面就是賣東西 就是可能 三樓四樓 可能不同品牌的相機器材 那上面五六樓呢 有些常常會定期 有些Studio的展覽啊 嗯 不同的Course啊 或者Model的試拍的活動 那當然要看回他們 到時候 這些情況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要上去看看 那也有一些Course呢 是放了一些攝影書 免費看的 就是喝咖啡啊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去開那裏呢 可以也上去拍一下 那就可以一樓看看機器 二樓上面去到 一些正確的講座 又可以去專欄 那裏都是一個 我覺得幾 即是 如果能夠把這個Course 搬到香港做就好了 那但是 香港租金搞不定 對於 真的沒有可能做得到 但是我們很羨慕 香港呢 曾經試過有個類似的地方 就是 現在Inspon對面 賣藥的 現在說了做 以前叫MK1 如果沒有記錯 他中間有一段時間呢 都 有兩三格呢 是 擺出來 等一些人去 就是 叫一些人上去拍女 拍Model 然後等其他人 可以上映人流 當然 這個計劃 最後是失敗的 這個計劃 就是 沒有什麼 都是吸引不可以 引流上去 我上次去 剛剛 A7R移出 去那個位置 也有一段時間 剛剛有些相片 在那裏 還有 整個北台灣 有些 教攝影師 開過的Course 都會在那裏做招生的 可以看一看 是 可以做一些跟我說 是啊 可以拍一下人家 怎樣做都好 這個都可以 大家值得去一去 最重要的是 舊光華商場 那個位置 新的名字 不太記得了 大家要Google一下 其實新的名字 也是叫光華商場 但我不知道 反而是否同一個位置 會不會是搬 好像士林 其實實際搬了 明白 不要緊 大家Google一下 OK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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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分享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 因為如果我真的要說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但是 時間有限 我講不到太多 那 如果大家想 在這方面 有什麼想知道 可以 告訴我們 那 我下次再 再拿個題目 出來講 好 這節就是這樣 待會回來再 跟大家 事兵控咬 是